也许是我的把说明 如果说明我的位置 这个工作表名称假设跑位置的话 然后他序子3 那当然你程式以后就不 ok 了 所以以后建议就是那个比对部分 我们程式里面 假如我这边用叫序子3 对不对 那你怕错的话 你干脆把这边改成什么 叫什么国际期货算 他名称也不要打错 那你如果怕打错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干脆用复制的 对不对 复制 然后你把它贴上去 保证不会错 因为之前真的还有同学打错 那个这个字 因为有些字实在太像了 像什么有些什么山峰的峰 他有一些山在左边在右边 或者类似的这种类似的字 看起来一样 但实际上不一样 还有遇过最多的情况怎么样 国际期货居然有同学这样子 对 当变一个空白 国际期货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来执行程式的话 假设我们刚刚的程式不是国际期货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那个空格 跟有空格 执行起来会不会有OK 有不OK呢 其实如果你这样把它执行 想说应该OK按下去 正列所引操作范围 真错就这行错 有没有 你看得出来哪里错吗 国际期货 国际期货 对不对 有错吗 看不出来 对不对 这是确实是有发现在同学问的问题上面 奇怪了 后来呢 我不死心 因为我后来发现这样子 就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点它两下 用复制的 如果你复制对不对 再把它贴到程式里面 你就知道为什么错了 有没有 这样可不可以过 这样就可以过了 对 你看 所以这就一点点诀窍 但是呢 却可以解决 你程式的问题 这都是实战经验 那很多东西 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那你就是慢慢来了 就是宁可慢一点 像我刚刚一定会先设定中断点 有没有 所以你run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就把程式call上去 然后直接就run 可以跑就算了 我是建议 不管是你哪边找到程式 建议还是去 还是要咀嚼消化一下 然后要去学习别人精华的部分 这样慢慢累积久了之后 你就比较会有自己的东西出来 OK 那真的这几行真的不多 但是每一行每一行 都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程式里面 真的没有多余的程式 因为有多余的程式我已经把它 把它弄掉了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都看得不顺眼 我自己就会把它弄掉 OK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最重要是可以多学一招 把之前的储存格 储存格的这种复制方法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点copy的方式 OK 那这一招的话呢 还可以跨工作表 只是跨工作表又是另外一个挑战了 OK 那后面还有蛮多类似的挑战 那我们都是用问题式的 反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做什么 怎么做 那我们其实也类似用讨论的方法 让各位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那你在学 然后尽量回去找类似的案例 多多练习 久了之后呢 我想你就应该慢慢的话 会越来越熟悉 而且会越来越有信心 再来你绝对就不会 就回不去了 对不对 因为没有人喜欢真的用那种方法 对不对 就像你习惯坐飞机坐高铁 叫你用走路啊 或者叫你用骑驾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你会觉得太慢了 游到高雄也习惯坐高铁 哎呦啊 蛮快的 对不对 你就不会想说你自己在搭台铁 刚光看台铁那个时间你就昏倒了 我看我是没有看错 要几个小时啊 8个小时 9个小时 天哪 这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其他程式自己再完成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接着来看其他的类似的题目 用一键完成报表部分 那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我觉得不错的我就把它收入进来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题 清楚 我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浏览器 这个有点类似黑面单塞选吧 然后只是说怎么样 按下他 我希望呢 在浏览器使用次数里面 有没有 就这一栏 他的点击次数 帮我全部加在一起 统计哪一个点击的次数最高 有没有 这么多 那当然第一个我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清单啊 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报表的清单 也是用移除重复来的 贴上移除重复 然后底下顶多是一个总计而已 那有点类似书纽分析表 因为书纽分析表 其实他就类似 就帮你把同样一个名称的东西先帮你移除重复了 然后看你是要加总 就用sumif 你要次数的话 像这个是次数 那就是count if 所以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丢进去 然后把你的浏览器拉到那个左边嘛 然后呢 你的使用次数拉在上面 然后他就会帮你把结果看得出来 可是看得出来之后的话 你如果要做一个报表 你还是要再去做另外的 比如说加个排名吧 那边好像没办法排名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结果做好之后 然后再call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再去加排名 OK 那可是问题你还是要手动嘛 对不对 是不是 应该吧 排名的话 如果你要直接在旁边加 因为有点问题吧 所以理论上还是会先call到另外工作表 再去做后续的动作 或者加总计也是一样 倒不如就是全部都直接用VBA来做就好了 那VBA的好处就怎么样 按一下他 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这些全部做完 然后清除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些做完的话 第一个的话 其实 我这边的做法当然很多 我前面讲过说你可以 全部都用什么 都用那个VBA来完成 或者说你可以把 那个Excel里面的方法 其实也可以结合进来 因为其实不是说你 VBA就是全部都只能用VBA里面函数 而不能使用Excel里面函数 不是 应该是说 两边看哪边比较好用 哪边比较简单 你就用哪一边的 而不是说我只能用VBA 我就全部用VBA写 不是 像我的习惯是哪边好哪边用 然后最好把两边叫左右逢源 这样才可以如虎添翼 不然VBA本身的函数就100多个 那Excel里面的函数有250几个 那应该把它两个相加 那不是只取其一 OK 所以你这一题来看的话 第一个也许我们是 假设我要把这个浏览器统计 起起来的话 我们用Conif 把它加在一起之后 然后可以先用函数的方法先做完 那做完之后的话 再用VBA输出 那输出完再做其他的 也许这个报表就完成了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一题先打开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